南投少年安置机构惊爆性侵 一名少年遭同机构四人性侵 更被发现103年到106年3月之间 这件安置机构就已陆续传出 21起的性侵事件 对此监察院7月份已弹劾南投县政府 五位官员跟三位少年保护官 并在8月追加纠正南投县政府 卫生福利部 法务部以及彰化县政府 14号监察院召开联合记者会 经委王美玉批评机构放任性侵霸凌 已经接近地下法庭的状态 机构理论上要照顾孩子 结果机构变成伤害孩子 不只性侵事件 霸凌学生 都大的来管小的 仅只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法庭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 卫福部它是有疏失 南投这个机构 这个工作人员 105年开始他就违法兼办 在有一个地方的儿童学院 没有立案 这个儿童学院同样发生性侵害事件 另外政府对于未受家庭 适当照顾的儿童跟少年 会提供寄养家庭安置服务 然而寄养家庭近年面临资源不足等问题 使得已经被剥夺家庭环境的儿少 再度陷入危机 监委张启文指出 包括新的寄养家庭越来越少 寄养父母逐渐老化 以及孩子寄养时间越来越长 为何寄养家庭衰退 招募不到心血 将启文说明 包括民众观念改变 寄养个案照顾困难 安养费用不合理 另外包括高雄市等12县市 都会设置紧急安置庇护场所 导致寄养家庭变成 民众受命的紧急安置庇护场所 都是造成寄养家庭衰退主因 那你看六都里面 高雄市是没有的 那高雄市 但是各位知道 要把安置中心设置起来 也没有很明确的法源 说你每个县市都要有 所以有的县市就说我不做 那不做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 就很难嘛 马上就塞给这个寄养家庭 不负责任 那寄养的家庭的功能 当然受到影响 这对安置机构 惊爆多起性侵事件 监委认为足以显示 少年调查官及少年保护官 监督机制出现缺失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 应重新检视相关机制 另外卫福单位 也因积极检视 司法少年安置的困境 以及频频被机构拒收的事实 积极建构完善的司法 而少保护体系 原事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导